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支筆 線條表現上 因為它這個含力非常的十足 所以它整個線條可以拉得非常的挺拔 而且水多的時候還可以呈現非常精緻的線條 那側風因為它含水很少 那如果你需要一些這種破筆 很平均的乾擦 因為它筆很挺 所以它會很平均的浮在紙面上 那點的表現呢 當然就是可以做出非常細的變化 點個鳥啊 或是拉一些小細枝啊 或是小點啊 或是這種平穩的曲線啊 我都相當的適合 那運用上 我覺得它有兩個特色 就是線條 然後可以拉著這種 然後可以拉著這種 穩定的線條 或是 這種細的這種 花蕾的小變化 然後 然後特色風如果含水這樣 大一點 拿來畫一些這種 汁啊 也會很不錯 應該非常的挺拔 所以拉起來線條它會很挺 所以如果 男孩啊 畫樹啊 風景那種樹啊 樹枝啊 枯枝啊 就是這種線條的部分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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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